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樓梁啊 你今天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啊 什麼新聞 我看到我嚇壞了 什麼東西 就是說誠哥說他跟乃哥 兩個是朋友二十多年了 對啊 合作很久 可是他居然說他都不照顧他 說乃哥以大欺小耶 對啊 誠哥怎麼講話這麼老實啊 喂 我還想問你說 你剛剛最近不是有合作那個什麼 跟乃哥有合作一個節目 你們的節目叫什麼 天天熱財神 好 不重要 你跟那個那樣 很重要 很重要 你們合作那個節目 你不是知道他私底下為人嗎 跟你講乃哥就跟誠哥講得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專門以大欺小 你知道嗎 每天我跟你講 錄影跟長一天要錄好幾集嘛 對不對 他進去換個西裝 他就說錄影了喔 也不管人家要不要休息喔 比如放飯嘛 對不對 放飯人家便當才剛拿到 便當盒一打開 他就說錄影了喔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上一場已經吃飽了 我給你打賭 打賭什麼 如果乃哥來到現場 你一定是輸到八十 乃哥來到現場 對 乃哥來到現場 我照講 我講咖個三天三夜 我還送他聽哀 乃哥來了 對不起 乃哥 乃哥今天怎麼會來 乃哥 看你講的義憤填膺啊 乃哥啊 我真的很怕你啊 不是 怎麼會來 乃哥怎麼會來啊 乃哥 你要去哪 不是啊 誰來啊 怎麼可以講的義憤填膺 我真的好怕你 不是 我有講什麼嗎 乃哥你來得剛好 他剛剛說他很多話要跟你講啊 你繼續講嘛 我大概前面 從第一句話 第一個字開始 我就一直聽到現在 只是我現在想說 那我今天要不然來錄 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沒有… 乃哥 我跟你講你聽錯了 乃哥這個人就是英明神武 你知道嗎 照顧厚敬 不遺餘力 一定就是誠哥 我跟你講 自己吃的風衣足食 還要怪人家大欺小 噗 對 那個 不好意思 好敢講 乃哥找你 照顧 錄影打什麼電話 找我 他講話好大聲 他慌了就這樣 我跟他主持天天樂財神 我告訴你 他大概已經錄了一個月了 也沒講話這麼大聲過 你看這個節目好放肆啊 沒有… 沒有跟乃哥在旁邊 因為我們都馬手勢瞻嘛 對不對 又馬手勢瞻了 對 一切都是贏 呸 你有敬老尊賢嗎 拜託 早上我跟妳講 化妝師跟服裝師還沒來 我都到了 這麼早啊 因為你們剛好是前一天錄影嘛 我們今天是今天錄影 他每一次都會跟我們分享 你在這 化妝師怎麼欺負他的 怎麼愛護我 怎麼照顧我 我告訴你喔 這些人都沒有心存感惜 真的 誰沒有家庭 誰沒有父母 你剛剛是扯別人 跟我錄影不會超過10點 頂多10點半 誰沒有小孩 還可以10點半回去 跟哄哄孩子 跟孩子說個睡前故事 乃哥這是你不了解的 他不想回家 我所以嘛 所以我就說嘛 他們都藉故要錄得晚一點 對不對 回家老婆呢 反正已經睡了 也不知道你幾點回來的 真的 對不對 沒有 乃哥 我是講曾國晨 喂 喂 今天乃哥來到這邊 是要宣傳你們的節目啦 對啦 所以以上呢都是只虛烏有 只虛烏有 不可能的是 演藝圈都是一片祥可 真的 沒有什麼勾心鬥想 沒有什麼誰欺負誰 沒有沒有 爆章雜誌呢 都是跟妳講以篇概全 對 都希望什麼 挑起大家的那種不合不予犯 何必呢 對啊 寫那一篇的記者 誰啊是誰 你剛剛前面那個是蘋果的叫VV 好不好 V姐 寫得很好 V姐 寫得很好 你是怎樣 你要知道他能夠 他能夠從製作人當什麼 節目主持人 對 你知道嗎 就是靠這個狗腿功夫啊 現在你們兩個帶狀節目呢 哇 兩條耶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還是因為他才有那條帶狀 你知道嗎 不是 乃哥 你不要亂講啊 乃哥 你不要亂講這個 他獨生的一哥一姐 沒有 瓜哥 男士 瓜哥 你不要亂講 瓜哥什麼東西 沒有 他是個人 對 好不好 乃哥 沒有 對 今天請乃哥來 當然就二分之一強的 就是總和聯合國嘛 是 準備要聊些國外的事情 我看你們節目 我好羨慕 是嗎 外國人 對 今天有派出那個 加拿大代表 你對加拿大最熟了 我剛剛在後面後台 他闖到我房間來 我一看 我一看 不要對我怎麼樣 闖到我房間 你幹嘛 不是 我看他又高又帥 是 真的是 你看今天每一位 來自西班牙的 都是帥的 帥哥 是不是 然後這個 夢多比他下流那一個 對 沒有 他真的有看耶 乃哥有看 有 有 有看 錄臉裡面是帥的 是 帥 下流界算帥的 對 很歡迎乃哥今天來 謝謝 跟我們聊聊 加油啊 謝謝 天天的財神 謝謝 今天就要聊啦 打賭啦 到底呢 打賭有什麼樂趣呢 對不對 賭贏了又怎麼樣 賭輸了怎麼樣 還不就是一場 我現在就想賭 下禮拜你去錄那個 節目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對乃哥 不是 我跟你講 下禮拜應該換人了啦 哈哈哈哈 你現在才這樣 太快了吧 這禮拜來現在 下禮拜就換了 哈哈哈哈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 還是要來介紹他們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來介紹呢 上桌打賭超認真 就算一塊錢 也要像拼身家一樣喔 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當然我們對面的老愛打賭 把他打賭掛在嘴邊 裸奔千萬次 頭已經剁下來 不是當椅子了 已經不知道在當什麼做了 我們的聯合國新來 歡迎 哈囉 他們的賭注又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我要問一下 各國都愛賭什麼啦 我跟你講 真的是那個日本人 我們日本人玩的都是這樣子 教他車 遊艇 賽馬 小甘豬 小甘豬就最有名嘛對不對 小甘豬 對 但是主要的是那個賽馬 現在是日本之所以很流行 賽馬不是香港的嗎 沒有 香港賽馬有 他不是美國的嗎 韓國也有啊 韓國也有啊 我以為我們對耶 我來講話 不是啊 shut up 不是啊 其實你知道賽馬 就是吃到美國也有 但是你知道嗎 美國那麼大 比賽那麼多 但是你知道你們的 就是賭的金額 日本的一半喔 比賽是日本的二分之一半而已喔 所以日本那麼愛賭喔 對 我的朋友喔 就是 就是那個 他們就是賭到 就是破場 我就聽過很多故事 蛤 現在也是啊 就是小甘豬也是喔 現在就是專門 就是譬如說 就是一直玩小鋼豬的人 可以打電話就是姓李老師 怎麼不用玩小鋼豬這種 那我問你 小鋼豬他最多輸贏可以到多少 我想聽你輸過的 輸過嗎 輸過也還好啦 輸過也差不多七萬吧 上一次我跟夢多還有少俠回去日本 然後剛好有一天只是休息 他說你們想去哪裡 然後我跟少俠想說 那就隨便一個很有文化的地方 好那我知道 你們上車我們想說我們要去哪裡 吃一個好吃的嗎 還是去文泉 沒有拋過 小鋼豬 玩兩個小時 輸你輸得好慘 沒有啊 這個是我們的 Traditional you know Traditional 那個是什麼 是頭拉庫的一種嗎 就差不多的那種 我們的傳統啊 Traditional Traditional you know 你的音樂也太爛了 Traditional you know 沒有啊 因為就是小鋼豬裡面 你知道嗎 就是一邊打小鋼豬 就是說 嗨就是咖啡來了 吃東西也可以啊 很方便啊 是不是很開心 不好玩 你去咖啡廳就好了 為什麼有 Traditional you know 我們大學 我們大學還有一個社團 你可以去每個禮拜玩 嗯 然後像我阿嬤 她每個禮拜二 一定會去玩Bingo 然後她就是你進去的時候 你買那個咖片 就是一塊美金 對 然後可以賣好幾張 對 然後好玩就是 你可以得到很多獎品啊 那獎品是什麼呢 獎品比如說 像我阿嬤她玩的那個是 你可能一個國子啊 或者是一些 家裡用的一些工具啊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 你可以贏一個腳踏車 電動 就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所以你們那個是不會有金錢 欸不記得 他們每個人好沒有創意喔 然後就玩到小時候 玩到了 啞了 罰公也有 好不好 罰公也有 罰公也有 喂 他們很入迷 他不是兩三個阿公阿嬤在那邊玩耶 那是一群 一票啦 一狗票 這麼多啊 哇 超大 我給你看 狗票是怎樣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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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多也有在玩 你看 不是我啦 不是我 孟多也在玩喔 對 這個這個 因為像我們那邊 這個賓果算是比較合法 因為我是算是 BIBLE BELT 就是 教會比較 嚴重的一個地方 然後像我們之前 有那個撲克牌的機器 但是後來就是非法 你不能再有 我們那時候是 便利商店都會有 你可以進去買一個小吃 然後玩一整天耶 真的喔 那你有沒有再不無聊一點的 有沒有 我覺得我們那邊是還有 可以讀腳踏車 腳踏車怎麼讀啊 那怎麼讀啊 而且這個很誇張 因為那個 我認識這個腳踏車的選手 他有考試 然後國家那個 那個給他一個 不是護照 證照 才有辦法專業比賽 而且他們專業比賽的時候 就是比賽 譬如說今天有比賽的話 一個月之前 他不能完全就是 拿手機啊幹嘛 都不能 不能就是電話 什麼意思啊 因為 可以 就是可以 我給你一百萬 然後這一場 就可以嚇住了 對 他有這些東西就會嚇住了 因為就是 賽馬的話就是 因為動物嘛 所以比較 不容易 就是作弊 不會被控制 對 人可以被控制 對 所以他們也超嚴格的 所以就是 之前有一個新聞 然後就是一個 也是小剛知的老闆喔 然後他快破產 但是就是他所有的那個錢拿出來 然後給那個 騎腳踏的錢所給一半 然後呢 就是全部堵喔 結果 沒中 就破產了 二度破產 破產喔 很恐怖 就是現在日本 什麼都可以堵 所以腳踏車 現在這個在日本 是很流行的是不是 一直都 Traditional Traditional 一直都有 所以是合法的 合法 這是合法的 酷耶 主腳踏車 沒有 就像台灣在賭高爾夫球一樣 台灣的高爾夫球都賭 對 都賭這個 他們有時候一場打下來上千萬的 哇 台幣上千萬 真的 那我不方便講誰啦 他怎麼可能賭千萬 那小孩 大哥之間都好難處理喔 小優 我覺得就是國話 好像都是賭那種什麼 賽馬 或者是港主 那台灣人就是喜歡小賭 怡情 自己在家裡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身旁的朋友 都非常愛打麻將 可是我們打麻將 都會有很多規矩 因為像大家就是有的規矩 就會說什麼要逛花園啊 什麼見字見花 或是就是平字的這樣子 然後是有一次呢 我就跟朋友玩 哪一個 我說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他租花園喔 租了花園 對 我們不會 逛花園 不會我們頂兜逛花園 因為有一次我就是跟朋友打 然後那個是跟比較長輩打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 小優我們這次打250 那你要不要玩逛花園這樣子 因為逛花園就是我們把籌碼輸完就算了 那我們籌碼是三千 換我說我們不要讓人家看沒有 我說沒關係不用逛花園 然後我說那今天要打幾架 他們說三架 我說OK 三架我也OK 但我那一天的手氣史上最差 就完全連聽牌都聽不了 所以大概打到南風圈的時候 我兩千塊已經輸完了 剩一千 然後接著我就說 我們剛剛不是說要玩逛花園 因為我已經 我沒平衡 又輸完了 然後就到了那個西風圈的時候 我真的就逛花園 我已經三千輸光了 結果後來我就說 那今天就先打一架好了 因為我等一下就是 可能有事這樣子 妳輸不起 輸不起 三千塊 打個這樣給我就好了啊 才三千塊 三千 三千比的吧 但小優是非常迷信的那種 我很迷信 她打麻將是她可能打輸一把 她就 然後再打一把又輸了 她就椅子反座 然後內衣反穿 最後妳發現問題是出在妳身上 是她的 就是台灣人真的會很迷信這一種 而且我有一次跟彥均哥打牌 打到他臉翻桌 為什麼 因為彥均哥就是打了那個 另外一個工作人員 就是製作人的背 然後他就抓公 對 真的抓公 所以妳也是那種 在賭博不喝書跑的人是不是 絕對不喝書跑 然後那天不會去書局 像我之前就很白目 就是我跟朋友打麻將 然後因為那個女生就是 比較不是迷信的人 然後後來我們就在 一開始遊戲開始的時候 我就拿了家裡面 見風扇的保證書給她 我說那妳不怕這張送妳 這樣我就給她 保證書 結果 對 我就把保證書送她 然後她一開始沒聽懂什麼意思 她就拿了 結果後來打完三架 她那天輸了 1萬2 她最輸 然後我們三家贏 然後結果她就說 為什麼是不是在買保證書 有問題是不是有符中 我說妳聽不懂保證書的意思 保證書 妳聽輸了 她還聽不懂 她以為是那個保證書上 有畫符還什麼的 我說沒有 就是保證妳今天會輸了回去 我覺得不是在那保證書 重點是在她 智商本來就沒有很高 真的不高 真的 這種是心理見識 像有時候我們 比如說我們到國外去 那個小賭場去的時候 我們知道 那朋友會送我們什麼 那一匹馬 上面呢 停了一隻蒼蠅 馬上面停一隻蒼蠅 叫馬上贏 馬上贏 他們是覺得愛爾蘭人的運氣很好 所以他們在我賭播之前 他們說 誰在裡面是有愛爾蘭血統 然後我本來不知道 先抽血 先輸血 把愛爾蘭人的血 抽一點輸進去 太麻煩了吧 不是 贏了那個人 因為他們會覺得 他們過去摸你 就是有那個運氣 會到他們身上 摸愛爾蘭人 剛好我就是愛爾蘭血統 那一天大家都是這樣 超誇張耶 可是 他們去摸你 有真的贏嗎 對 我們都是用這個花牌 這個不是日本的嗎 韓國的 韓國的 等一下這個花牌 你們是什麼時候發明的 你是不是發明的 好差 對 日本有這個嗎 日本有嗎 我沒有看到 日本人在玩這個 靠近 可是很多韓國大媽都在玩這個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很簡單 三個人 不管你是多大 三個人都會用這個花牌 平常都會用 而且什麼過年啊 中秋節都會用 可是有一個特色 外國人就不懂 就是 我們如果朋友或者是親戚過世嘛 都過世 然後去那邊要安慰他們一下嘛 的時候 我們都會帶這個 打花牌 然後在那邊玩 然後就故意開心多一點 然後大聲 我贏了 我 你 輸 超差 什麼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 為什麼要吵死人呢 哈哈 因為就是我們 就是想為了 你們不要一直 背傻 或者是什麼 要開心多一點 對啊 韓區他們都是 那個葬禮完了之後 然後旁邊就有一桌 媳婦都要Serve他們的餐點啊 對啊 那個日本也是啊 那個大體還在那個塔塔米上面 他們在外面就吃飯喝酒有沒有 是啊是啊 而且我剛剛查到的是 我們日本是 三百年前開始玩這個 我問了 我問了 你是進場 為什麼我擦韓國的啊 可是我不是 我又不是你的助理 是一模一樣的嗎 花牌 差不多 我們是比較 會度那個運動賽 在加拿大是比較多 對對對 Hockey 對 賽馬比較 對 冰球是最多的 然後 我們就非常的普遍 你要去一個便利商店 就可以買類似 就是這種票 然後你說 你覺得誰會贏 他們會贏多少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就賭一點小錢 但是如果 那個 紀錄是非常高的話 那你可以贏很多 但是 是非常普遍 雖然你要十八歲 但有點像 你可能十六歲 你就請你 大哥 就幫我賣個煙 還有幫我打賭一下 這樣就這樣 對啊 然後他甚至很普遍 連在 在學校裡面 我朋友是老師 他現在教九年級的紀錄 然後他們用冰球 冰球的那個 就是教室黑板耶 對 他的黑板那邊 然後 都用規則 他們的冰球已經是全民運動了 對 對 就大家都會讀 誰會贏 誰會輸 所以那班以後 交出來都是主頭就對了 對 因為 主頭 假如你沒有錢 其實是OK的 他們就是在玩遊戲 但其實這就是跟打賭一門 就是在打賭的 對 對 我覺得這不可能在台灣學校發生 在西班牙最誇張的是那個 足球的賭博公司 對 足球 對 對 對 在西班牙現在那個 經濟的危機很嚴重 但是這個行業還是非常的繁榮 有很多人上癮 然後有很大的龐大的債務 因為在西班牙是沒有辦法 用正常的方式賺錢 所以人家會覺得 因為你們白天都睡覺 你確定可以講這句話嗎 不好意思 跟乃哥報告一下 西班牙人他們每一天都在休息 然後他們現在 西班牙人最大的樂趣跟興趣 就是在想怎麼詐騙政府 對 騙那個失業救濟金啊 對 對 對 失業率嘛 失業率很高 所以人家覺得 沒有辦法用正常的方式賺錢 所以就用那個賭博拼命的 把房子賣掉 什麼都賣掉 去賭博 去拼啦 然後加上那個 西班牙的足球比賽 聯賽是全世界最有錢的 對 對 是真的可以賺大錢的 我有一個朋友很聰明 他是開了一個網頁 是有那個 足球比賽的連結可以去看 然後他放那個賭博的廣告 賭博公司的廣告 然後看那個 按那個賭博的人賭多少錢 他就可以拿籌成 籌成 光是在那個黃馬跟巴塞隆納的比賽 他可以拿 一天過一萬歐元的收入 歐元耶 一萬歐元 你說這個是你朋友嗎 我朋友 你可不可以介紹給我認識 你可不可以介紹給我認識 還錄什麼贏 太辛苦了我們 一萬歐元就是36萬耶 對啊 這個是合法的嗎 合法的 哇 就像我們的運財一樣嘛 運財一樣 那我們到底在這邊錄什麼贏呢 所以啦 我們去西班牙 走 耶 耶 法國很喜歡讀 從五歲到95歲都會再讀 像五歲我們在學校開始做賭博 因為每個學校都會把一些 度假的時候啊 或是抹磨的時候一些賭博 然後可以賺一些 比方說一個耳乾 香檳 紅酒啊 叫他吃PS4 就是要看那個 你們付多少錢 對 然後 從高中開始 是法國很喜歡讀那個踢足球的 那不管是踢足球 或是打籃球 或是那個NBA 或是那個國外的比賽 都會這樣讀 然後你選的是協會印啊 所以這等於是運動才 運動才選 對 運動才 運動的 可是他們不是錢是換獎品啊 沒有 這個是換錢啊 運財是有錢的 這個就有錢了 對 這都有錢 對 然後 另外一個是 歐洲最大的 因為是每個歐洲的國家都會 參加這個 賓國啊 Euromillion Euromillion 這個西班牙也有 這是 那個Lottery 就是像我們大大樂透 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 每個歐洲的國家一起 所以那個錢 那這金額很大耶 51到81台幣 對 51到81 美國人 美國他們的大樂透 那重的是幾十億美金啊 我剛剛講說 亞洲人跟外國人的賭博 對賭博的觀念跟態度 好像都不是很 不太一樣耶 對對對 因為感覺是 不用說學生要打撲克派 他們可能要是比較 就隱瞞父母 或是就是 被視為有一定不好的行為 對嗎 然後在加拿大感覺就是 我們不會有什麼問題 而且是全國合法 我們有很多賭場 跟我們的就 網路上的 Betting這種東西 類似歐洲 然後我覺得 我們也會跟 就是不只是在學校 我剛剛給你看那個 學校可以接受 連父母也可以接受 雖然韓國裡面有賭博 可是我們 韓國人不能進去 不會 對 只是外國人可以進去 有外國的護照的話 可以進去 新加坡也是嗎 新加坡可以 但是要付錢 他要付個人頭費 我覺得因為這個是我們 韓國人或者是亞洲人 跟外國人的觀念洽 比如說我們 我們 比如說那個 外國人進去賭博的時候 他們拿三千塊 他們覺得就是 為了開心 就是花光光也沒關係 可是我們韓國人 拿三千塊進去的話 我會用這個三千塊 贏錢 一定要變成一萬塊兩萬塊 所以我覺得比較容易 中度或者是什麼 所以韓國人的賭信 算很堅強嗎 都一樣 亞洲人的賭信都堅強啦 對 真的 亞洲人流的血都是一樣的 對 但是韓國的 賭場的食物很好吃 那是重點嗎 那是 我先提了 你就不一定要玩錢 你可能就是拿 可能一點點錢玩輸了 但是你叫了一碗麵 叫了一個壽司 你就在那邊吃完就走 我去那是會吃東西的啦 其實尤其在北美Casino 他們會免費送你酒 因為他們喜歡你帶更久 而且你喝的更多 會輸更多錢 所以他們會免費送你 是啊 對啊 澳門賭場 都還有絲襪奶茶給你喝咧 你就是去喝奶茶對不對 沒有 而且我覺得亞洲人的話 真的是不賭好像會死的感覺 因為就我有朋友去香港 參加朋友的婚禮 他想說很久沒見 因為新郎是他的朋友 整個婚禮他根本沒看到新郎 因為新郎 就是因為香港的喜酒 就是都是擺一堆麻將桌 他們下午就來了 都來了 然後阿公阿嬤 每個人都沒打 根本沒有人知道誰結婚的樣子 然後那個 他們應該是不在乎吧 然後那個 我那個朋友去香港 想要找那個朋友 找不到他 那個新郎一直換桌 因為他跟每個親戚都打一下 結果就看到新娘一個人坐在祖桌這樣 我的時候就是毒品 我們就是比較 很差 對 謝謝 沒有 我們比較安靜 有沒有發現 其實就是韓國也好 那個澳門也好 美國也好 就是很多華人的地方 那就是說很吵啊 就是什麼什麼 就是韓國人比較多 就是 愛死 孟哥 你小剛出演很吵啊 對啊 剛剛那一段是什麼 啊 給他 給他 我 彎他的 他彎他的 唉呦 唉呦 我很好 nice 唱歌是 我是意外的 我是意外的 因為我跟潘雅去比較好玩 你是個意外 就是 我是就是爸爸媽媽意外 懷著他生他 不是 哪一個不是 反正呢 但是我們日本人 真的發現 比如說其實那個澳門好了 然後就是比如說那個 讀白家樂好 那就是我們通常啊 就是因為他是酒 最大的嘛對不對 反正是我跟他是PK的嘛對不對 就是看到 就是左邊右邊 Player跟Banker對不對 就是反正二嫌一嘛 所以 我們直接看 嗯 好 吃就是 那心 雖然是跟你一樣 心裡在罵人 對對對 但是我們說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就這樣子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有一次去 一週都是 應該是中國的朋友吧 他們拿到那個牌子的時候 咪牌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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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邊沒邊 對 邊 有邊 一開始我就 怎麼那麼吵啊 因為就是反正是這個東西 已經 已經拿到了嘛 不是 咪牌就是個樂趣啊 大家開心啊 一開始真的覺得很差 其實沒有效率 快快快 就是這樣子花時間 那直接這樣就好了 那你覺得我們吵很沒有效率 你就回去日本啊 所以啊 我還沒講完咩 嗯 後來他們的玩法 我自己試試看 因為他好像就是 就這一桌錢的人 就可以自己開嘛對不對 對 我就開始玩喔 欸 很好玩 很刺激啊 喔 來 來 啊 應該就好了啦 都很開心 那個書算了啦 我們心甘情願嘛 但是如果是 作弊的話怎麼辦 你看我幹什麼 你看 你看乃哥在說 小梁哥超明顯的 小梁哥 後面的景片還滿漂亮的 怎麼會 你一看乃哥幹什麼 莫非乃哥有碰到人家作弊過嗎 如果講打麻將呢 打到現在 速度比我快 比我更精準的 我覺得不多啦 他怎麼會受騙呢 他眼明手空 我從小學就開始打麻將 你想怎麼可能 因為我們小時候在眷村嘛 眷村都會打麻將啊 因為天生一整條街走過去 其實麻將來講 比較不容易作弊啦 最不容易作弊的是麻將 除非 除非那種就是說 三個打你意思 對不對 你們三個打我意思 對不對 講到作弊的話 我突然想到那個 就是作弊就是韓國啊 對 夢多一直跟我說 我們韓國人做什麼運動比賽 都會用那個 用錢那個買 對啊 裁判什麼嘛 嗯 可是我也覺得 韓國人蠻會 很會啊 真的假的 你承認了 我承認了 因為以前我在韓國的時候 很奇怪 大學的時候 兩個朋友 一直就是要換來換去 一直換一個 只有一個人 然後玩那個 我們的這個花牌啊 然後結果他們 做了那個一個密碼 像比如說那個 對 那個 那個麻將來講 要一通二通通 一二三通 會偷偷比一下 對 就眼睛是痛 或者是耳朵是一萬 兩萬 三萬 所以比如說 他需要二萬 二萬的話就 這樣子 還要比兩隻 然後下一個就 吐給一下二萬 這樣是不是太明顯了 對 這很容易耶 真的 這應該手機都出來啊 這就是以融共舞的大陸機啊 三通 三通 眼睛會不會戳瞎啊 眼睛 我跟你講啦 他講的意思 眼睛就代表筒啦 對 一筒嘛 對 那一筒 那九筒怎麼辦 真的真的就是 我輸了超筒 誰會這樣子濃眼睛啊 真的 真的有了 有了那一座啊 九筒怎麼辦 這太明顯了 九筒 你那個著烈耶 手法 對啊 可是真的真的在 韓國真的發生過的 我們看到過往的 很多的國家 對 韓國最早就紀州島 開放賭場 對 對不對 對 紀州島賭場 都是韓國人開的 輸不起耶 只要比如說客人贏了 你都賭百家樂嘛 比如說那個 客人贏了 他們就看做法 你就看到他們 明目張張的做法喔 那找法師耶 做什麼法 對 做法就是 比如說 找一些什麼會影響你的啊 或者是一直換低了啊 就換那個發牌的啊 就他一直搞你啦 就把你要 把你的氣弄掉 要不然就是這時候 不應該換籌碼的時候 要不然你換籌碼有沒有 反正就是搞一些小動作啦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為什麼要這樣精明在啊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書啊 很簡單 蛤 你們幹嘛開賭場耶 可是你們開賭場 就是應該要大家幫大家來 對啊 來玩啊 對啊 就是公平競爭啦 對不對 真的 但台灣也有那個 你們很喜歡玩篩子 對嗎 吹牛嘛 那個吹牛 尤其是那個吹牛 我覺得那個 那個遊戲我 我真的 覺得很難的 吹牛很好玩耶 外國人沒有在玩吹牛嗎 沒有沒有 我們在國外沒在玩 那是台灣的嗎 沒有 不是台灣發明的嗎 應該是不是就是亞洲人 骰子是亞洲人發明的 對 我覺得那個很會看到一個人的 個性是怎麼樣 就是很會騙 還是會怎麼 對 要騙人 但是遊戲的女生 我覺得很難對向他們 因為不用說 我之前跟一個有點想直心的聲音 說好高喔 就三個六 三個四個 但我會覺得就是 永遠覺得他不會騙我 但結果他 四個六 不要 不要喊 然後我喊五個六 結果他就喊 開 他什麼六都沒有 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騙 之後我們就繼續彎下去 吹牛就是在騙人啊 你懂不懂這個遊戲的證明 他在掏心掏肺跟你們聊 他被仙人跳的故事 我聽一下嘛 就要發現 他以為有朋友在看我的骰子 要跟他講 就是我 要回去又看 兵不厭詐 這是戰爭 不是 所以就是聲音那麼高的女生 不能相信 要小心一點 可是吹牛本來就是在玩真的啊 他剛剛講是有人打pass 喔 他講是後面有人跟他一看到 對 一開始擺明弄他 一開始我覺得他就是那麼厲害 他想把你灌醉 把你拖回家 真的 對啊 他在講帥啊 派帥也是麻煩 哪個人好好喔 我都是他拖人家是不是 對 除了對賭博的這個態度不一樣之外 我們這個對賭啊有沒有 修賭啊 對賭的那個 打賭啦 打賭啦 這個外國人最會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美國人跟亞洲人 最大的差別在賭博 在賭博上是賭的樣子 你們是賭錢 我們是賭人 對 因為你們沒什麼錢 哈哈 賈斯汀啦 賈斯汀 你有在看這個節目嗎 賈斯汀 都有看 他都知道 弄播喔 就是好像我爸爸他年輕的時候高中的時候 他就是賭那個橄欖球 然後結果他們輸了 然後蘇牙幹嘛呢 要從百貨公司用跑的跑回家 但是沒有那麼簡單 那個跑的過程要差不多兩個小時 而且要全裸 然後身體要那個躺蜜 啊 對 對 兩個小時 為什麼還要躺蜜啊 對 就是好笑啊 嗯 然後他跑差不多30分鐘 他跟四個人跑30分鐘 結果被警察抓了 對 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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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那個警察就把他們放在車上 已經很不爽 因為那個全身躺蜜在車裡面 然後他在拿他們的資料啊 寫寫寫寫寫 結果要換我爸被他資料寫 他就回去後面的位置 他說 欸 剛剛不是有四個人嗎 我爸已經跑走了 蛤 對 他跑進去森林裡面 結果只有他完成那個懲罰 他跑進森林裡面 然後又引來一堆蜜蜜 蜜蜜 更少 台灣人都真的很喜歡講空話 就是比如說就跟你打賭說 好 我跟你講啊 如果今天下雨的話 我怎樣 我跟你信啊 如果這樣我投給你 就是當椅子坐啊 然後什麼打賭 男生都很愛講說什麼 好 那如果真的這樣子 我跟你下跪啊 結果真的他輸 他就說來 下跪 然後就用手這樣跪 他沒有才藝 超沒才藝 超慢耶 那邊 就是我覺得台灣人打賭 都很愛就打迷糊這樣 就算了這樣 可是國外人打賭 就是比如說現在跟你打牌 輸了 比如說讀五十個伏地挺身 他真的就會做五十個 一定要 一定要耶 對啊 我從小父母也這樣子教我 就打賭 一定要負責 所以你要知道 台灣有什麼 詐騙的集團這麼多 哈哈哈哈 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父母親從小 也會這樣跟你打賭 對 因為我們想就是 也是一個鳥不上蛋的地方 有時候有點無聊 所以我跟我哥哥讀 你會不會吃這個蟲 這個很長 很長的那種 蟲 你知道一個蟲 他一直拖很久 說他不敢吃 不敢吃 但是二十塊價幣 對一個小孩算很多喔 對 所以最後 我同意讓他 抵一點番茄醬在上面 哈哈哈哈 番茄醬 他媽 現在三地 這樣子有比較好 三地番茄醬 一嗶嗶 因為他真的很長 超大的 蟲蠅嗎 蟲蟲 對 蟲蟲蟲 最後就 但蟲蟲很健康啊 對 其實不會害你 但是就是 而且他們的味道 他們很臭 最後 最後他整理有把他 都把他吃下去 然後 我都不想要給他錢 我說 那番茄醬太多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沒有咬啊 你就直接吞下去 不算啊 不算 結果我都吵到父母聽到 他說 你有跟他打賭說 你一定要 給他這個錢 一定要 就是我們非給錢 不可 其實我覺得法國人 很喜歡渡舞 是為了玩 我是跟我的同學 說 我會用 我會傳 泳衣 去考試 蛤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是學生會的 President 的會長 的會長 然後所以都 那個老師都 很熟 都OK啊 那我就是 你真的穿了嗎 你真的穿去考試 真的假的 然後就是那時候 我們是那個 下午三點的考試 然後 有大概兩百多學生 在同一個 room 然後我就是 十分鐘 遲到了 穿這個 喔 Pina What's this What 你穿這個去考試 有照片嗎 我是那個甩腳的那種 對 天啊 哇塞 中具考試 換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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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郎哥 小郎哥啦 各位 現在開始打賭啊 打賭啊 換上去 你敢穿上去 怎麼樣 小梁 拿兩萬出來 快點 你如果穿上去 小郎哥怎麼樣 你穿上去 你穿上去 小梁拿兩萬 快點 我跟妳賭誰 賭你不敢啦 小梁你不用 你不用多衣服 就穿這樣子 不要 當然是要你穿啊 Bio 你穿上去 他就會拿兩萬出來 拿兩萬 兩萬喔 Bio 我不相信 兩萬我也會穿 沒有 你敢穿 我一定將它拿出來 沒有 我那個節目 我叫那個單位 扣他錢 好 Bio Bio 快點兩萬 Bio 真的假的 你穿這個 你穿上去考試 沒有 我是真的 真的 你跟你開 啊 這件啊 這那時候我還算沒有衣服 他的啊 這他的 可是我想知道 你怎麼會買這件啊 我要去考試啊 這遮不到東西啊 要這樣去考試 是穿反了嗎 沒有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這個蠻小的耶 這遮不到東西啊 你怎麼下進去 反正呢 這件事夢多提供了是不是 夢多的賽事 反正他就去考試的時候 那個老師就 那個選手下到了 然後就是 嚇到還是開心到 就我的位置是最後面的位置 那我 我爬上去的時候 那個老師跟我說 Fabio 你忘記你的考試 就 就我再故意下去 然後大家都在砍我的屁股 然後就說 這很尷尬 肯定啊 因為他那一塊 真的遮不到什麼東西耶 而且他走上去樓梯 你想想看 帥真好 Fabio穿這樣沒事 真的 你穿這樣應該被抓到警察局了 巨騷擾了 真的耶 我是覺得我們西班牙人打賭的特色 是我們很容易失去理性 就是我們只要聽到一個關鍵字 我們就是不會考慮那個賭注多少 我們一定要讀 是 這三個字 我們是一定要讀 字面上是 你沒有淡淡 那聽到這個是 不管什麼狀況 一定要讀下去 我的 意思說你沒有腫啦 對啦 又沒有腫啦 對啦 但是比較難聽一點 對啦 沒有淡淡 對 聽到這個一定要讀 那我在大學的捷徑 跟同學老師一堆人在喝酒 我有一個同學說 你把這個半瓶威士忌 你要幹掉 我會給你三十塊油圓 我當然會考慮我的形象嘛 因為有老師有同學 那我就說不要 No Denniswebos 沒辦法 好 好容易哦 幹掉 不到半個小時 我就混倒撞到頭 我到現在這個還是凸出來的 住院 那個賭注都沒有拿到 對 西班牙的對 那我們要把這句話學起來 No Ds will be 下次要學 沒有答案 也要錄起來 對 那我真的很討厭男生打賭 是講說 比如說 我在路上遇到男生 他就過來說 不好意思 我跟朋友打賭輸了 所以他過來跟妳要電話 這可不可以 好爛喔 所以只是因為 真的 三十年前的哏還在用 對 以前都還會 就覺得很大 現在還會嗎 還會 就過來說不好意思 小優妳沒有吧 妳跟人家扯什麼 蛤 我也有那種大冒險 人家那個來妳的包廂說 有好不好妳不要講他 這樣出來說 小優不好意思 我跟我朋友打賭 看能不能摸到妳 有啊 都會遇過這種啊 男生很愛打這個賭啊 對啊 就是會過來 跟妳要電話什麼的 跟妳要電話 是真的整支電話 跟妳要電話號碼是不是 妳氣一下嗎 那我們聽子晴說好了 那我之前也有 就是跟一個男生打賭 因為那時候我那個投籃機超厲害 就是男生都會輸給我 然後就有個男生跟我打賭說 那他跟我比賽 我就要答應他一件事 然後因為我是 真的沒有輸過男生 結果後來他那次就贏我 然後我就說 好 那不然妳要賭什麼 他說那妳跟我在一起 我說什麼 好 很浪漫的 好 因為我本來就也喜歡那男生 只有我沒有想到他為了我 去練投籃機 對 好浪漫喔 講到後面這段感人的愛情故事 真的 我沒料到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在節目 要杜撰一件事 妳很容易喔 沒有 真的啦 因為之後 真的 因為是後來在一起之後 我才說 為什麼投籃機這麼厲害 他說因為他知道我都贏男生 所以他就一定要練到比我強 那他就可以打賭這件事情 我就可以跟他在一起 有時候學生時期 或是真的會為了好玩 做一件很白癡的事 因為那時候我們學生時期就傳說說 喝養樂多 只要超過十罐就會吐這件事 就是這個是一個網路傳言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幾個好朋友 就說走 今天就去買養樂多 然後我們就去超商 然後呢 還買不夠 我記得還跑了好多間 總算買的超多品養樂多 然後我們就每個人扔五百塊在桌上 就是說今天沒吐的人 就可以把這五百塊全部拿走 然後大概算一算也是有兩三千 結果大家就開始拼命喝 那一天 我們幾乎都要掛急診 真的 因為全部人吐到爆炸 真的啊 這個表演真的紅過一陣子 就是大家都在試 大家都在試 還有什麼可樂 要放什麼曼陀豬 就會爆炸 然後那個養樂多真的不要試 超噁心 我那一陣子 兩個月不敢喝養樂多了 我是曾經跟我的西班牙的 是有在討論誰比較懶惰 然後 誰比較懶惰 大家 這怎麼賭啊 這什麼 哪一個比較懶惰 我們一起住 然後覺得彼此很懶惰 然後再討論誰比較厲害 沛德爾不能讀一些正面一點的東西嗎 因為你們要懂 猜 西班牙懶惰是正面的 是架槓的西班牙人 所以才沒有工作 對嗎 對 所以是正面的 厲害的西班牙人是沒有工作的 如果你有是很丟臉的 所以我才... 所以如果他有工作 這個國家怎麼會強勝啊 對 他們什麼銀行什麼都破產啊 新聞都有講啊 我們還是很努力啊 我們是安排一個比賽 叫做 不做的比賽 就是 什麼事情都不可以做 建設性的事情都不可以 包括洗澡 做飯 出門 什麼建設性的事情都不可以做 那五天內 誰... 暴斃 就是... 在沙發耍費最... 最厲害的人就贏了 對 那你們獎品是什麼咧 獎品是一個禮拜要給對... 對方做菜 哦... 負責他的三餐啊 所以你贏了嗎 我贏了 對 泰國有比較... 比較更好玩的一個... 一個打賭 因為那個... 他們就打那個... 要不要去丹餅 我有一個泰國朋友 丹餅啊 丹餅 他用丹餅賭博 像我們韓國人 每一個男生都要去丹餅兩年 可是他們... 就是他們要戳那個... 戳那個哈馬牌 如果你拿到紅色 就要去丹餅兩年 如果你戳黑色 不用去 一天都不用去 他們是這樣 我們韓國是這樣子啊 不是不是 泰國 然後如果你不想做這個... 這個賭博的話 你先跟國家講 國家給你六個月 打賭 其實跟政府對賭耶 對 很好玩耶 可以建議給我們中華民國啊 很有趣耶 那個抽到的機率大嗎 一半一半啊 就是一半一半啊 一半一半 紅一黑啊 我以為裡面有很多顆球啦 沒有 就兩個顏色啊 兩個顏色也一半一半 對... 滿好玩的耶 對 然後他們好像說 比如說今年他們要一百個 可是我是 比如說第一... 第三百個要抽的人的話 前面... 之前換我 前面已經拿到一百個的話 後面都不要說都不要當了 對 就弄進去 而且一百個人好衰喔 所以那去的話要排在比較後面啊 對 那個比較好啊 對 你不要急著做結束 因為我要麻煩你跟乃哥換個位子 怎麼了 因為乃哥接下來就會來接你交班嘛 所以要讓他能夠習慣一下 這個做結束好不好 謝謝喔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換乃哥坐在這裡就對了 來 乃哥 好 二分之一搶 不是說是說是結束了 好 結束了 我們再度一集嘛 好 今天謝謝乃哥啦 也謝謝小梁哥 對這節目的付出 我們歡迎送你 拜拜 小梁哥 謝謝小梁 謝謝 謝謝 甜甜的才才39來 好 謝謝 謝謝 小梁哥 歹